这个男人想要徒手单挑浩克 谁知下一秒 他就是退休的钢琴师布朗 为了获得强大的力量 注入改造身体的血清 因为他无法忘记浩克临走时那恐怖的眼神 而变回本体的班纳在一所及时醒来 挑了一条最大的短裤 防止变身后的他没有衣服穿 然后便来到当初的实验基地 给了门卫一张大号披萨 顺利地来到了顶楼的实验室 结果发现当初的实验数据全被清空 只好去找当初的老朋友四胆 结果背在这里的前女友看到 思绪万千的小美追了出去 多年不见的二人在雨中相遇 随后小美把当初实验数据的优盘交给了班纳 第二天准备离开的班纳看到军方再次出现 赶紧让女友逃跑 自己跑到了一所图书馆 将优盘一口吞进肚子里 但是在出去的时候发现两侧已经无路可走 将军下令扔进两颗烟雾弹 这是班纳还在努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 可当看到自己的女友被抓住 随着口中吸入烟雾再次变身绿巨人 愤怒的浩克纵身一跃 随着一声怒吼吓呆了众人 将军赶紧下令按照计划进行围剿 可普通的攻击对他丝毫不起作用 直接干翻一辆越野车 紧接着抓起一辆装甲车 愤怒地将车砸成稀烂 这是改造过的布朗发射榴弹炮 浩克抓过钢板作为盾牌掩护 虽然注射过血清身体灵活 但还是无法伤害的浩克 只好将浩克引入声波炮的攻击范围 随着声波炮的攻击 浩克痛苦地捂住耳朵 行动受阻的浩克看了一眼女友 艰难地爬了起来 用钢板顶住声波的攻击 另一只手扔出钢板 直接将装甲劈成两半 紧接着一跃而起 砸向另一辆装甲 一脚踢飞出言不逊的布朗 女友看到如此陌生的班纳 刚要出来劝阻 结果空中的直升机发起了攻击 浩克只好蹲下身体挡住小美 扔出钢板砸向飞机 坠毁的飞机 飞机瞬间燃起熊熊溜 将军懊悔地看着大火将浩克二人吞 下一刻浩克抱起了小美 怒视了一眼将军便离开了 再次醒来的浩克二人躲在了山洞中 决定前去寻找男先生解决自己的身体状态 再次进入山洞中的傘洞中的颜色 最后的地方是在这里 出山洞中的颜色 再次进入山洞中的颜色